我差點忘記了 我今天為何會提早一節叫你進來 我差點拿起贏 好 為何叫你進來呢 今天我要請十四嫂吃東西 這一個呢 我純粹是為了請她吃東西而吃東西 我已經熱到受不了 但我堅持忍住 好了 為何呢 我也不是要促銷 當然我的目的也是促銷 就是十四嫂的嘗試 早兩天送貨來的時候 就是昨天 因為基本上我每天都要送貨來 我剛剛在賣我的花膠 你回去問她 她吃完 我要兩盒 立即賣 我說 本來我一定要留給你吃 但是你沒辦法 我順便在這裡說 我這隻優質花膠 我下星期有一百包來 接受預定298 一包有兩隻 十六頭 包汁花膠 因為 因為之後 她就不是298了 我一定加價 我一定加價 是黃花膠桶 總而言之 你就這樣買兩個花膠桶 在外面乾貨 什麼都還沒做的 都不止298 我現在這個呢 我請十四嫂 我不知道你吃過沒有 我當你沒吃過 這個是我們公司其中一個很出色的產品 OK 叫佛跳牆 你知道為什麼叫佛跳牆嗎 因為她說好吃到 佛跳出來吃 OK 不用拍了 佛跳牆 你自己拿著吧 我們裡面有刺心 看到嗎 是不是刺心 海參 這是刺心 是刺心 有鮑魚 是乾包 竹生 竹生 冬菇 提根 這是提根 很多東西 另外還有 花膠 花膠 魚刺 好了 你吃吧 吃吧 不用給我面子吃 現在都吃了 你們兩個不能吃 不用我們吃到不吃 我給你試試 謝謝你 不用先不要說這些 你吃吧 你吃吧 我要提升 我希望你賺錢能力更加強 這個女孩子還要左勾 你左勾 對 不用你給我面子吃 先喝湯 不用你給我們吃 湯也很清甜 你用清甜 大家用的字眼不同 是濃 應該很濃郁 很荒香 很搖 當然了 慢慢吃 不要緊 我們的鏡頭 或者我們給點時間 十四嫂慢慢吃 我告訴你 你先吃吧 第一 你欣賞著你的天真面孔 不要說美貌 可能鏡頭 現在有幾千人看著你吃 是比較尷尬的 這個罰跳場 很有名 我們曾經有些客人 跟我說 他們覺得有些火不對敗 就先解釋過 我剛才再看一次的東西 我們上次的廚房 我們的老闆說過 這個罰跳場為什麼這麼難做 為什麼外面有幾塊水 你送禮拜說幾塊水 就是垃圾 我們這個一個是280元 但是客人也不要說 常常人拿來會上來買 因為這個裡面 剛才說了這麼多種東西 齊根本身是一個乾貨 是每一樣的法、浸、煮、蒸的時間 都不同 和次數 只是那條次數和海參 要三法、三蒸 是不是 OK 那變成了每一樣東西都不同 再加上最後做一個包裹湯 海參、花鮮、鮮、鮑魚、鮑魚 每樣的整法都不同 每樣的整法都不同 所以這個有出色 你現在已經吃了一點 很熱得出現 你是否有一種珍收白味的感覺 我想問你 你還沒吃過 不要說價值 你是不是覺得 一吃下去已經感覺到 這是很漂亮的東西 簡單來說 是 沒錯 這個海參有一點像 因為那個是刺 刺芯 刺芯會比較矜貴 尤其是我買這個 你也認識的 我告訴你 海參有很多種 海參本身是沒什麼味道的 只是這條刺芯也有幾十元 只是這條刺芯這麼小 也有幾十元 所以 這個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一會兒你慢慢吃鮑魚 那些湯 如果有飯糯更好 你是不是覺得 要買兩盒給你老公試一下 嗯 但你按摩你老公呢 但你真的好吃 真的我不知道 你這個年齡少 你喜不喜歡吃刺 那些是什麼 嗯 你經常買 買海參買花膠或煲湯 OK 你遲些 上來買海參可以了 因為我現在在談一隻 但我要先拿好東西 那些叫浪文森 因為海參炸那些 一發完之後 一煮就熟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一熟海參就熟 有些人跟鮮海參 鮮海參就始終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海味又正 海參又好 魚到又好 鮮的又鮮的又好吃 但是一定要發過海味 不知道有另外一種東西出來 之前我們說過了 那些海參我跟大家說 你管你有沒有 是 很冷靜我的手臂 而且是很爽 打火鍋又可以 煲湯等煮炸 我讓我試過 搞好這些 炒 因為現在我所有的東西 我有一個方向 就是有個網友跟我說的 就是方便 你買海參 你嫌發多麻煩 我和你發賣 這麼好 你沒辦法 你要買方便好像你的蟹一樣 去剝迷 又有一個蟹 放在一堆 一天買不到一隻 你拆開了 那些人拿去就能吃 其實花膠很多人買 但是要自己發 也麻煩 這是鮑魚 你看到鮑魚 你想說什麼 鮑魚很硬 不錯 是唐心 硬是有點貶意 這次你說不錯 就是彈牙 對 就是彈牙 對 彈牙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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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乾包 乾包 然後再浸泡 然後抹落落 你就會有口感 有口感 所以各位網友 你不相信我不要緊 我不多貨 其實我本來最想請你吃夾燈翅 但是太麻煩的動作 你覺得夾燈翅是什麼 夾燈翅是 將一些很漂亮的翅 用高湯煮完 然後煮好了 然後用一隻魚鴿 煮好了 洗乾淨拆骨 接著呢 就在魚鴿的肚裏面 放一些翅進去 然後連針和魚鴿 然後再用高湯 煮一整隻魚鴿吃 煮完的時候 吃了 你要用刀 煮一整隻魚鴿的肚 先進去吃魚鴿的翅 是不是好似不貴 真的很矜貴 我們自己在網上 外面賣3998元 一找一位 萬枝糧食 我賣多少錢 那兩位不是騙你 不是騙你 598 很矜貴 不是翅不是鴿 是手工的 有些人不會做這些 要不然要收你幾層 但是為什麼我不請你吃 因為有些不捨得 始終是598元 280元 280元 你都不敢吃的 五十多元 十四嫂來說有點貴 說笑而已下次 免得你這麼尷尬就拆了 我們給些時間 十四嫂吃完東西 還有我們設定場 一會兒我們就去表演 最後一次 介紹怎樣用這個波爺獎 針對你的痛症 例如膝頭或頸 怎樣打藥膏 精油等等 去舒緩你的痛楚 其實我們未去到這個年紀 其實很多網友都有這個問題 人生有多無奈 就是因為你退化 就是因為你年紀大了 就是腰痠骨痛 真的沒辦法 我到兩鏡 好一會兒 有塊骨在那裡 是啊 你摸一下 這裡 這裡 這裡有塊骨 對 這裡有塊骨 就用這部機 這樣自己拿上手 是 你試一下這裡 嗯 這樣拿著它 是拿著它 這樣吹它 這樣吹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月位是 就是 那個叫做什麼呢 座骨神經不好 因為它是分叉在下面 所以那個月位是很重要 真的不記得那個月位 但是那裡可以經常按 因為我都有時候幫我老頭拔罐 嗯 拔罐 你的老頭就是梁小姐 是梁小姐 我有時候幫她拔罐 下次你叫我幫她拔罐 哈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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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回音語 是嗎 是 有沒有 可以增強性能力呢 這個 其實 有月位圖有說過 按這個月位 就是這樣 它是新的 它是沒有用的 但是我媽媽有用 她很喜歡的 OK 還有剛才那些精油 我再說一次 是用很多隻精油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其實都是最貴的牌子 就是 溝出來的 你可以試一下 我這兒子有花姐做的 又或者自己出去 用你自己喜歡的 症痛膏 或者藥 它容易打入你的皮膚 多很多 滲透快很多 OK 多謝14號上來 你吃了我們的佛跳牆 是嗎 好吃的 超棒 超棒 對 這些答案浮誇一點 明天你在哪裏放牆 你在附近的 還是不要說 對 不要說 有什麼問題 下星期再見 有些朋友上來 約我們吃飯 我現在沒有安心出行 可以吃飯 好像是三分二貴 好 明天下星期再見 多謝14號